早上的會議 開會時間已到 請主席宣布開會 早上的會議 現在開始 許縣長 勞秘書長 各位局處首長 本會陳秘書長 許副議長 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先生 女士 大家早 今天上午議程是縣政總質詢 首先請中訴政議員質詢時間50分鐘 謝謝我們大會主席 我們張進議長 還有我們在現場有我們的副議長 習協議副議長 還有我們兩位我們的秘書長 還有我們局處部長們 還有我們同仁 還有我們媒體記者 大家早 第三次的定期會 本席在這裡代表著我們南區議員在這邊 為我們南區的發展也好 我們的所有的工程進度的所有的工期 將要在這裡呢 跟我們的縣府來做一個討論 跟我們如何在我們的0918開始 到我們的0403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首先就在這裡感謝縣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局處長 在這段期間來的辛苦 那昨天我們大會主席謝國同議員呢 特別在現場呢 提到了 我們只要中央來的補助款 我們都會支持協助我們縣府 來請我們縣府呢 在接到中央的核准的時候 請趕快送到議會來 通過讓我們大家共同協力的 把我們0403的災難的重修復健也好 一起來把它做好 這就是同心協力 所以在這裡 讓我們又窩心以外 同時也讓我們感覺到團結力量大 就是我們府會之間 一起來並進 一起來為我們的任務來完成 所以 0403大地震有一些部分呢 告了一段落 那還有一部分呢 當然就是跟著我們的程序在進行 所以我們也 議員呢 也希望說 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一起來協助 這才是我們花蓮縣 大家的團結 那 在這一次呢 我們雖然 額語這麼多 我們當然只取一點 我們應該是這麼講 我們是以智者來看額語 所以 額語只於智者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一起來看看自己 所以縣長的魄力跟行動力呢 已經讓人民所感受到了 一個女性的耐性及耐力 突破了任何的關卡 只有前進 所以 在這裡 我們南區 在 0918到現在 我們一直在前進 可是前進的進度呢 我也想要問一下我們的縣長 現在我們南區 0918到現在為止 是不是 跟著宮崎在走的 宮崎期間呢 你是不是已經完成了 80% 80以上的房屋的重建 你是不是在我們的各條 各條的道路也好 我們的橋墩也好 進行到 宮崎是進行了百分之幾 希望等一下 我們能夠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 那再過來 因為已經影響到觀光的問題 雖然 0918已經過了一個階段 我們現在呢 也已經在 大家已經在勇宜面對 零四零三 我們一起來面對的情況之下 已經影響最多的也是觀光 當然 我們北區的觀光已經 就是因為房子的倒塌 是我們在 房子的部分跟我們 0918 道路跟橋的部分是不一樣的損傷 可是呢 這兩樣的大地震已經影響了整個觀光 這是大家看得到的 從北到南 所以前幾天 我們民眾都打電話來問 那為什麼這一次的振興 經濟振興的這樣的一個 0403的這樣振興的方案裡面沒有南區呢 南區很少的景點來被點名 所以說 為什麼 我們我不知道觀光處是怎麼安排的 讓我們的景點是怎麼樣去 你找了15個點 可是我們南區只有兩個點 所以等一下也請解釋一下 所以在這裡有請我們縣長 大會主席張議長 徐副議長 以及這個鍾樹正議員還有所有議員先進 華林縣政府團隊以及記者媒體女士先生們 大家好 大家早安 鍾議員早 回覆議員有關於0918的部分 我們現在大概跟 當時的0918對於南區的五個鄉鎮 影響非常非常的嚴重 除了華林縣政府執行的比較大的 有關於區域排水的部分 無論是馬乳福音或者是中興春日 有相當多的排水系統 那現在在總質詢的時候 在施政報告的時候有報告 現在是比較大的工程 在馬乳二期的部分 現在要接到那個修谷環溪支流的部分 那另外比較大的這個有關於橋樑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高寮大橋 卓富大橋 還有這個輪廳大橋 以及玉城大橋的部分 這都在工程這個進度當中 那建設處也幾幾乎每個禮拜 都跟工程單位來做我們的整個進度 進度以及工程的監管的部分 那如果要細一點的項目的話 我請鄧子余處長來回覆 那另外就是說鄉鎮公所的部分 目前應該是我們的這個清水部落的這個 檢疫自來水的部分 我們上次在0918應該有剝兩筆錢 無論是縣政府的先緊急給預備金的 不是預備金 緊急災修的部分 災修的部分給這個卓溪相公所以外 那另外這個災準金 災準金給卓溪相公所以外 還有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部分 也補助了 所以現在清水部落的檢疫自來水 還有有一些的檢疫自來水的部分 應該都還在做還在進行當中 因為有一些是必須要跟族人來對談 他的取水口要改在哪裡 要如何去施作 因為有一些的部落的族人 以及部落會議主席 都會有一些的意見的參與 所以我想這卓溪相公所做事 都非常非常的嚴謹也非常謹慎 那也謝謝金屬米議員 一直陪同的這個協助來處理 那另外就是我們有關於花75縣 還有73縣以及卓富大橋的部分 那現在的部分工程也都在進行當中 那這是比較大的項目 那如果還有比較細的 有關於鄉鎮公所的部分 這可能還要被資料再外發給 對不起縣長 剛才你提到的花75縣 那當初去年 去年的我們的定期會的時候 提到的花75縣的 3000萬的這樣的路整修 跟所有的拓寬的部分 不知道縣長你有沒有對這個案子 你會做怎樣的一個 是不是會再提出呢 花75縣的部分 我們在這一次 因為其實花75縣跨了三個鄉鎮 跨了我們的玉里、富里、灼溪三個鄉鎮 所以其實它是一條非常長 應該有將近二十幾公里 二十幾公里的這個編號道路 那所以在我們去年提了三千萬 那今年應該還是會再提最佳的部分 那到時候再請議員來支持 那另外花75縣上面 還有一個很大的那個攤方地 就是一億多的經費 那現在的邊坡的部分 也在進行這個規劃處理的部分 縣長花75縣到目前為止 我們從今年我們去掃墓會經過長良那谷 對 還有我們這一段日子以來 我們灼溪消防隊進出 尤其是我們的救護車的進出 已經影響到非常非常大的 因為彎路的彎路沒有取決移植的情況之下 對於我們的傷患也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希望這個動作是要快的 我希望說是不是在我們這一次定期會結束之後 縣長你就可以跟我們建設處一起討論 如何來進行我們花75縣 而不是說我們等到什麼時候再來做 而是現在就應該要做了 而且再來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馬上要面對的 又是我們的颱風季節喔 而且灼溪鄉跟我們副里鄉跟玉里症 都還有我們的土石流區 都偏佈在那一個區塊裡 希望縣長這個動作要快 好 謝謝 花75在那個玉里段的部分 長良公屋那邊那個T字路那邊的路況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那另外往這個玉里的我們的垃圾野埋場那裡的狀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那個整個長度相當長 所以感謝議員的關心 好的 我們會盡早來規劃處理 謝謝 好的 那請現場先回座 好 謝謝 那我要請觀光處 在我們這一次本席在工作報告的時候有提到瑞穗鐵人三項的觀光的活動 那非常感謝很快的就有回應說我們已經有跨部會的聯繫 讓我們花東縱谷的這個活動 聽說他會繼續來做請你解釋一下好嗎 目前然後我們的花蓮縣政府如何來配合來辦理也請你說清楚 然後我們所有的方案振興方案裡面 為什麼南區只有安通溫泉跟瑞穗溫泉的這兩個點也請你說清楚 大會主席張議長 徐副議長 陳秘書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先進大家好 謝謝中樹正議員對這個觀光上面的關心 那第一個是針對剛才議員有提到 就是我們這次永續遊花蓮的這個獎勵的一個補助方案裡面 我們針對南區 我們現在目前是有這個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兩個我們重要的溫泉區 然後還有我們的六十淡山 刺客山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北迴歸線的借標 我們現在是在這個活動裡面我們列了這個五個地點 可是 處長 前天晚上 刺客山特別打電話給我 他說為什麼景點的方案裡面只有列15個 在你的活動計畫裡面只有15個景點的打卡 然後才有補助你們的那個方案裡面的優惠的補助耶 沒有他們耶 所以他們才會提出這個問題 要我來跟處長再做一個溝通耶 是 沒有問題議員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把南區 包括新興的一些景點 因為這一次這個地震之後呢 也是因為太魯閣的這個國家公園受損比較嚴重 需要休養生息 那我們的重點就會擺到我們的中區 南區 這一些景點 那呼籲遊客來 我們這都是安心旅遊的景點 所以剛才議員所說到的 包括之後我們如果有一些 包括一些新的 比如說 启摩斯地 羅山有機村 資羅部落等等的這一些 新的景點我們盤出來 我們在五月中 大概這幾天就會盤出來相關的影片 安心的旅遊地圖 我們都會把它納入 所以他也是安排在我們的優惠方案裡面嗎 剛才我跟議員報告的 對 好 那你要說清楚 講明白 不要讓我們南區的所有的 觀光景點的所有的業者擔心啊 不會 不會 我們會積極來推動 可是你的工作報告跟你所有所呈現出來 在媒體呈現出來的 並沒有他們啊 好 我這個部分我在加強的宣傳 你再去報 報一個人看到是頭前的 不是後面的 對他們來講是會有影響的 尤其是不要 不管他是0918 或者是04 03 其實都影響整個大花蓮了 所以我們 我們會很擔心說 是不是不要縱北欽南 好不好 沒問題 好 那就來講鐵人三項 去年我有參加六點就到現場 到秀姑蘭西 將近兩千多人的參加 全國性的泛舟的一些喜歡者都來到現場 所以那一場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 我也很希望說 在這一次今年呢 也可以 也可以來吸引很多的觀光客來做泛舟 因為我們瑞瑞鄉的泛舟旅遊業呢 真的剩沒幾家 而且他們的營業只營業在夏天 所以我們的機會當然就在夏天來協助推動 那他們除了辦活動以外 而且產業也可以出去 所以我不知道說產業這個區塊 當然就跟我們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有關係 我們如何協助鄉公所 尤其是十三鄉鎮 我不知道哪一個鄉鎮最有錢 不過 三分之二以上的鄉鎮 當然我們每個公共行政啊 就是都是跟著預算法在走 所以我們的預算本來就是受限的 不過如何去協助我們比如說 從光復以南的鄉鎮公所 我們如何來協助他們的觀光推動 因為地方的景點都不一樣 那瑞瑞鄉就是很景點的小而美的一個鄉鎮 那這一次我不希望再像去年那樣的辦法 我們應該說今年人家來看 去年人家來看到的跟今年人家來看到 是不一樣的 而不是說我去年怎麼做 今年就怎麼做 跟著去年的計畫再走 我也不希望這樣 那你處長的看法 是 議員關心的這個 秀國聯席鐵人三項的活動 那這個部分 這個東莞處 他有來縣府做橫向的溝通 那今年這個部分並沒有停辦 他還是會繼續 預計是在6月16號的禮拜天 那包括整個月 他這個泛州月 我們縣府也跟他有整個月的一個合作 那大概的方式就是說 你只要到參加泛州的相關的這些 包括泛州的活動 持這個收據或者發票 我們就可以我們這個整個花蓮的這個住宿 我們跟旅館民宿公會來討論 那這部分會有給他一個優惠 就是說你到泛州的這個月裡面 都有這樣的一個優惠 好 我要聽到的是 我們跟鄉公所之間 鄉公所他所辦的活動 務必會跟縣府也要取得經費 對不對 會嗎 會 我們會跟公所 對 好 那我們在地的產業 跟農會也有關係對不對 有沒有跟農會也一起來聯繫 來一起來辦這個活動 讓產業也可以在那一個情況之下 在那一個環境之下 讓大家來到我們的瑞穗鄉 而讓這一次的活動 不是只有說泛州留著 船開著就出去了 而是他們能夠在前一天晚上 有什麼樣的晚會 或有怎樣的一個市集 然後在那邊注意完 讓那一邊的住宿都能夠很興旺 我要的是這個 你會要如何去協助呢 議員所提到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 也會來跟這個地區的農會 和這個公所 那也會跟東莞出來做這個橫向的討論 我們看怎麼樣把這個效益做到最大 把產業都把它結合起來 好 那請回座 話說到這裡 我們都知道北區從太魯閣開始 一直到七星塘 一直到太平洋公園 一直到我們將軍府的新的開發點 然後一直到我們的呂雨潭 我們的華倫州的地方 也一直到很多的景點都讓我們花蓮市 可以開發到國際性 我們走到中區 我們花蓮縣北中南 我們走到中區我只看到 我們觀光局有寫到 我們觀光處有寫到的 光復的集什麼壇 集立壇 好 那集立壇之後呢 就跳到 其實還有太巴郎師地 可是沒有寫在裡面 然後再往南走 慢慢的往南走 其實我們看到光復的一大片的堂長的地 當初我們的彭處長 那時候牛奶隱密之地的時候 已經開闢了那麼大的 其實他就是進入觀光的一個 進入一個國際觀光的一個條件了 可是到現在很像是停留在那邊 對不對 停留在那邊沒有開發讓人家去享用 去享受它 所以也很可惜 也很可惜 是不是我們也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觀光處也可以 跟我們這樣的一個單位 來做一個合作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開闢在我們中區 有那麼大的一個發展空間 然後再往我們南區走 越講心裡就越痛 因為我們的條件 或許我們的條件就是這樣 一個孩子從小的條件 到長大的條件 都差不多就會在受限於我們的成長過程 所以我們就看到我們的觀光 這個觀光的景點不多 那一天我跟吉安鄉鄉長 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你要有人來人家觀光 我們又沒點好給人 可是花蓮市 從北區有那麼多 慢慢往南走 就像美國也好 澳洲 澳洲也好 越往鄉下走 越漂亮 自然景觀越多 是不是 可是呢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從光復以南之後 我們的景點非常少 非常少 那你說要吸引觀光 我說希望你帶著我的 我的農產品走 真的也很難 我們只能用很多種 辦活動的方式也好 那我們來想想看縣長 我在你跑了二十幾年的南區 你點得出來我們的南區 有多少的景點嗎 當然第一個 你講到的絕對是我們的刺客山 六十十山 再來呢 再來呢 這兩個都是老的 可是我們一直在這個老景點裡面 我們如何去補強它 如何去加強它 我們才能夠吸引多少的觀光客進來 我們才可以把上面的產業帶下來 現在碰到0918 我們整條路又正在整修中 非常感謝我們 我們農工科還有我們建設處 一直在我們的工程上加把勁加把勁的 所以我們的花 我們的一九三線 現在是我們的主角線路 剛好也是我們的縣道 所以現在你開發了多少沒看到耶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受限很多 好 那我們來講講 現在剩這兩個以外 我不知道縣長你會不會想到說 我們來為地方 我們來為南區開發好嗎 我們縣長可以想到開發的哪些東西 那我們先來看一點好了 我們請來開我的PPT來看好了 好 先來看看我的主題 上半個月我去拍照了 芒果樹公路又開始要解芒果了 再下去的話可能 我又要去面對很多民眾的傷痕累累 然後他要來要求國賠的了 來我們往下一頁來看 在我們去年我就已經提過了 我就已經提過了 這樣子掉在地上的這些芒果 讓大家受的傷害生命 才生命都受到威脅的時候 我們我們的 我們建設處也有派人來會看 政公所也派人來會看 追查之後 原來這條路線 旧台九線呢 是從大嶼一直到三鮮到三明出口 然後 從中間有我們濁西鄉的兩個部落必須經過的 所以兩個村必須經過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這個台九線路況非常好 差不多13米有吧 然後我們往下看 我們往下看 好從這裡開始我想 現在一定對這個也很有記憶 因為我們這一條路線很寬 同時呢我們在下一頁 現在呢 我們這一條路線是不是路況還好 可是他停留了非常多年 已經是旧台九線 旧台九線 可是周邊的路樹呢 都是芒果樹 現在你看到的是還沒有結果 我們往下看 還沒有結果 好已經開花囉 準備結果 這是今年我們要面對的 好再接下來 去年 今年絕對也會這樣 去年就是這樣 結果我們有一位父仙姐妹 去做防火仙道 摔斷了手臂 所以 他說 找不到主人 因為這個路在正公所 我們公路局公務第四段 已經 已經把這條路 交給正公所 來管養 來管養 可是呢 這個芒果樹呢 並沒有規劃 並沒有規他管養 變成沒有列管的樹 變成沒有主人的樹 所以沒有人要去修 沒有人要去修啦 也沒有人會去管理啦 那掉下來也沒有人會少啦 那這一條路呢 人家說 越走到鄉下地方 越漂亮 我們是 越走到鄉下越爛 好 既然去年會看 都不理了 我們往下看 都不理了 現在走到大嶼 大嶼周邊有人住了 然後呢 他也是芒果樹一堆 那這邊的住 我們居住的民眾們 還在莫來修啦 因為旁邊還有營業人 好 我們往下看 這路還蠻長的 因為中間有搭了一條 非常漂亮的橋 我們再往下看 好 再往下看 這是目前的狀況 來 上個月我到韓國 我為了要去找 如何促進觀光 我們南區的條件 到底真的有那麼爛嗎 有那麼不好嗎 我到韓國去拍了 只要講到櫻花 你會想要去哪個國家 當然日本也有 韓國也有 我去拍了這一幕 拍了這一幕之後 他的路上 全部都是櫻花掉下來的美 那一條路線很少人走 我們舊台九線很少人走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依我們的環境條件 我們的季節 我們的氣象 是種什麼樹會最好 我們的行道樹 好 我們往下看 環境就是這樣 你會不會很嚮往 如果我們的舊台九線 也能夠往這樣的目標來前進 觀光客 即使是國外的 你有這麼美的 我們一樣會搭著飛機 一樣到韓國到日本 他們一樣會搭著飛機 來到我們花蓮線 來到鄉下地方自然美以外 我們都盡量把我們的條件做得更好 雖然我們不比我們花蓮市所做的 或許是高樓大廈 或許就像我們的很多的景點市 都是用工工 用我們的一個不同的工法來做的 可是這是自然景觀 好 我們往下看 好 如果我的條件是這樣子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有更更加美好的從光復以南 有多少的路線可以這麼做的 趕快去找一找 我們來做最自然景觀之下的景觀大道 那我們不要種有果實的 我們不要種不好管養的 我們要種對我們地方氣象 我們的條件是最好的 我們就來實行 不知道縣長的看法怎樣 繼續 好 那如果在我們南區很多的路況 用不同的樹種種不同的花木 不同的地方條件 種最好的行道樹 想想我們怎麼會不美呢 想想誰不來啊 想想這個路又那麼的安全 不是說來觀光要很安全嗎 不是要讓他安心的來嗎 好 我們往下看 好 就到這裡 我們再繼續 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一幕 就往193線來走 現在是我們環鎮的一個景觀大道 好 來 我們先來看下一頁 這是我們副昆奇委員 在交通部所爭取了很多的預算之後 才達成了我們玉里大橋現在重新整建 就是因為我們當初的0918也造成了我們救火車 救鐵道的我們的景點 自行車道的景點一併受損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交通部感謝我們中央呢 也多次的說明會讓我們設計出我們安全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從玉里通往到我們往台東走 從玉里轉個彎就到193線 那這193線是我們的經濟大道 我們那邊有差不多將近98%的農民 有我們的部落 有我們的剛才所觀光處處長所提的 有米86他們的所有 我們的所有的農民團隊都在那邊開發自己的產業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設計我們要趕快 因為他的引道到193線就是我們的縣道 那這個縣道呢我相信我們建設處對這一條路線呢 應該縣道的行道術由誰負責啊 縣道當然是縣府嘛對不對處長 是好 那我們從193線從我們北從我們南到北來走 好我們往下一面來看 沿路上我因為我一直希望把景觀道道連結周邊的景象 來提升觀光產業競爭力 因為那中間就有我們的刺客山 來我們往下看 那我們現在你只要經過193 然後我們就有阿伯樂 從我們的東風里開始樂河里東風里 開始有阿伯樂 從阿伯樂再繼續走走到我們松浦再下去的春日 我們有鳳凰花 我們有鳳凰花 鳳凰花現在是6月 馬上要6月 畢業是畢業的季節 很多畢業生會到那邊去拍照 很多觀光客停在那邊拍照 好所以我們然後再往下走 從春日到松浦到德武的所有的景觀大道 景觀路樹呢有我們的小葉蘭樹的立印大道 想想看多美的一個193線 不過呢我們往下看 不過呢在我們0918 現在橫道的所有的道路也好 我們的橋樑也好都斷了 往下看 這是0918的時候我們的高寮大橋都往下斷了 所以我們只靠193線在進行 我們的便道現在還要面臨今年的颱風季節 所以我知道縣長現在一定也很悠心 我們如何我們如何來對我們這一次 今年希望颱風不要來 好往下看這樣的一個傷害那麼大 我們繼續往下一頁好 我們南區縣議員到去年也爭取了南區的經費 要解決危險路面問題 請問縣長我們的6100萬去年 雖然沒有很順利通過 不過我相信議會絕對也會因為我們 這樣的多災多難的地方啊 能夠趕快來重修就好啊 所以我相信我們這一次的經費 絕對會很順利來通過 讓我們從不要再 不要再從0403再往後走更不好 所以我相信這個經費希望我們也能夠 繼續來提出本席 慎重的在這裡 請你們繼續來提出 我們193縣的經費預算來整頓我們的路線 來我們往下看 松普里浮雲掏空的路線呢 工程實地勘察之後 農工科呢也給予很大的這樣的一個協助 讓我們的農民呢也順利的慢慢的從收割插秧 都有好的路況來進行 這也感謝我們縣府的團隊 尤其是我們的祭祀們的辛苦 每一個人都下鄉 下著雨我們也跟著他們這樣跑 所以很感謝我們農業處喔 好 我們往下看 好 大家看到幾年前 我們的議員們 上一屆的議員們 都看到了我們一直陸陸續續的 重建也好 重修也好 好 我們往下看 這個是我們0918的時候所裂開的 好 往下看 其實 好 到這裡先暫停 其實到這裡開始 我們請縣長 要請縣長來回應 剛才我們那兩個議題 然後也是民眾們 大家坐下來溝通後 讓本席在這裡 要來請問縣長 這兩個提案 縣長的看法 大會主席張議長還有徐副議長 中議員好 有關於剛才講的是芒果樹的部分 芒果樹的部分 因為它已經是 玉璃珍公所管養的道路 所以路邊的路樹也是屬於 玉璃珍公所的財產 剛才秘書長有一個滿好的提議 我想請秘書長可以給玉璃珍公所建議 至於您說的剛才那些圖案 應該是高寮大橋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都在工程進度當中 當然我們更希望這次不要有太大的颱風進來 因為零四零三零四零三 我先講之前好了 零九一八的時候 其實因為南區五個鄉鎮 這個受損非常的嚴重 所以花蓮縣政府也第一 第一個就啟動了我們南區的整個 這個我們經濟振興方案 所以當時就整個跟農會整個做合作 只要到南區的五鄉鎮 那這個就可以到這個農會或其他地方 來消費這個部分 那另外剛才議員也對於我們的這個觀光 在這一次零四零三的振興產業裡面 為什麼南區比較少 這個可能還是要跟議員報告 因為張處長可能沒有報告到 就是我們的這個羅山溫泉 羅山瀑布的部分 是因為景平三號橋的部分 要到六月底才會完成 所以六月底完成以後 整個這個通車以後 那才能夠去推波 否則來要繞路 而且上步的大型的遊覽車 是不能上到那個羅山瀑布的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就暫緩先 所以這個要到 應該要到七月的第二波的 這個觀光旅遊的推動的時候 才會去推它 那另外就是六十淡山和刺客山的部分 為什麼也在這一次第一波 五月十號的觀光旅遊 以及六月一號的這個 這個遊程上沒有去推波 因為我們的六十淡山和刺客山 都有相當大的工程在施作 尤其是如果有太多的遊覽車上去 其實會影響到它的工進 到時候到六十淡山和刺客山的 整個觀光花季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工程如期來完成 那我們也希望保障到 無論是用路人的安全 其實這個更重要 因為現在其實除了 花蓮的觀光產業要振興以外 還有花蓮的這個安全也要振興 也要讓大家有信心 所以在整個觀光的推動裡面 其實張志祥處長和農業處都有在做連結 所以等到六十淡山和刺客山 比較大的邊坡以及擋土牆還有路面 這個在工進當中如果可以推錢 那我們就可以提早來宣傳 那另外對於大概 那另外剛才 縣長 縣長 剛才提到的芒果公路 變成一個非常不安全的一條路 雖然你說這是因為已經移駁給政公所來認養 來養養 那可是政公所已經回文給縣府說 他們就沒有這個預算 那我們是不是站在縣府的立場 跟福島的立場 跟我們合作夥伴的立場 來協助我們鄉鎮公所 來促進觀光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我對縣府的一個要求 好 那我現在可以請那個秘書長 可以 我請秘書長來提供他的建議 所以我不是要你種櫻花 我不是要你種很很貴種的樹 至少你改變了他們那一條路的安全性 至少他是一個很漂亮的景觀大道就夠了 不需要花那麼多的錢 因為我相信花最多 花最少的錢達到最大的效益 這才是我們要的 對不對 還有再來 好的 再來 193縣我要的是已經大家都已經把所有 在0918的時候都做得非常好 我也感謝縣長幾乎每天穿著雨鞋 在那邊跑來跑去都跟農民們在一起 現在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我們可以去整頓了我們的路樹的時候了 我希望縣長可以帶著處長去看我們的阿伯樂就好 現在已經影響到了我們的交通大卡車的進出了 因為你都沒有去修嘛 你一直放在那裡都沒修阿 所以他的資已經都往路中央來生長了 好 這個部分我到時候再請建設處到193再看一下 是不是帶花旗稍微過後 好 那另外有關於芒果樹的部分 我想這個巧思還是請秘書長來跟我們的議員 報告 講重點快一點喔 我的時間 好 大會主席張議長 習副議長 各位議員理事先生 大家早上好 那我想花蓮南區呢 有兩條非常重要的道路 也是一個景觀道路 因為我在議里服務過 所以我很清楚 那一個就是台九縣 就含中研講的這條舊道 還有就是193縣 那193縣那裡的路樹都是非常漂亮 鳳凰樹啦 阿伯樂啦 這道都是年輕人 秘書長我又跟你說阿伯樂 阿伯樂你又告訴阿伯樂 阿伯樂阿伯樂現在又甘壞啦 因為這樣已經 已經影響到路 已經影響到了我的交通安全了 我今天來講的就是說 你們趕快去修數路 行道數 那現在重要的就是這個台九縣舊路 以前在公路局管仰的時候 都沒有發生這個線 而且非常漂亮的綠茵大道 那現在他把路前移給一里正公所 那所有的道路的移轉是含路樹 並沒有說我只移轉道路 而不含路樹的管仰 是含路樹的管仰 那路樹的管仰呢 其實鄉鎮公所呢 都有人力來做修剪 最有名最能夠做示範的 我想大家都很知道的鳳林鎮 那個路樹都剪得非常有特色 那現在重要的是芒果 為什麼以前沒有問題 現在而發生問題 就是因為他沒有去管仰 讓落果的落滿地 造成這個交通行駛的安全 其實他種的這個芒果 我們說是土産 土産其實做芒果 他們是最好的原料 那以前公路局就是都標給人家去採收 秘書長 我再跟你溝通喔 我們新的台9線 要不是副委員請交通部次長來到現場 我們極力的反對 而且那時候媒體也問過我 我就說我極力反對 必須要移除 現在在移除 就是因為已經影響了交通 影響了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現在正在移 而且公路都已經要透寬 因為現在已經在做了嘛 做到三明段了嘛 現在要往大一段來走 所以就的台9線 我只是建議給我們縣府 因為我們的公所 就是我們就是沒有那麼多錢嘛 是不是我們縣府可以協助 這是一點 因為去年已經回文了嘛 我相信縣府絕對能夠 你這樣說他是正公所所管養 可是因為他沒錢 我們用沒錢的方式 怎麼來做會比較好 那就由我們縣府是不是來輔導 是不是來協助 讓我們地方能夠提升出 那一條路的安全性 這樣好不好 可以可以 這就好了嘛 這就好了嘛 好我還有時間留給 我還有跟縣長談 你先回座 再來縣長 那呈八分鐘多 請你也告訴我們所有的 育理證的證明 昨天我在媒體上看到 中城國小打網球 縣長盃全部都在那個協校 得了非常好的夾擊 還有協校也在培訓著 很多孩子的運動 包括射箭 包括滑直排輪 那我們 又講嘛 我教你又是不一樣 這樣來開發 現在講起來 我就想說縣長 你有哪個地方在育理證內 你還可以找到給我們 孩子們在教育上 在第二專長上 還有跟家長們一起的空間 來做運動也好 來做我們很多的教育的環境開發上 你有哪一些點可以讓我們知道 然後你很想在玉璃來做怎樣的一個發展 好 在這裡跟中議員來回覆 有關於玉璃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分幾個軸線 一個是提升將我們的藝術能夠下鄉 所以在藝文中心的部分 大概今年六七月會藝文中心一二期會完成 那會是整個玉璃很重要的一個藝文發展基地 那再加上馬太林這個文化的部分 那另外屬於洞的部分 就是我們將玉璃老人館的部分改建 結合到旁邊的這個玉璃鎮的網球場 所以這個改建會是老人館再延伸到這個網球場那邊 那也會把這個整個網球裡面的管設 會將有一些淋浴設施也去把它放進去 把它結合成一個預備的方案 就是一個多功能的一個證明的運動休閒區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對於舊的玉璃國小的部分 那我們把它這個變成一個玉璃證明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運動休閒廣場那當然那邊因為長期那個鳳凰樹非常的漂亮 所以長者幾乎每一天都會在那運動場去散步休閒下棋 那所以那邊我們因此也把我們的這個 比較屬於幼兒的部分的這個沙池在那裡 還有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小型非常小型的極限運動的部分 那因為在這幾年其實從108年我們開始推這個 八通關的各項運動賽事現在已經多達了12項了 所以直排輪還有街舞這些的還有網球 其實都是在我們八通關這幾年不斷的一直上來 所以慢慢的累積的那個運動能量和這個 累積的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也因此這個玉璃證的整個運動的這個空間 也必須不斷的再去做提升 因為慢慢的這個需求會越來越延伸 所以我們現在在無論是舊的玉璃國小的部分 在升華以外再把它強化以外 那也會跟玉璃證公所來對於我們在那個熊教室 對那個熊教室的後面那邊我們也會再做 跟玉璃證公所一起合作再把它做一些整理 那另外在那個上面還有三棟樓三層樓那個舊館 現在你剛才講到現在的舊館小嘛 那是屬於政公所來管養嘛對不對 對那政公所管養 既然那個地方可以政公所可以管養 你們可以來配合合作 我相信那個芒果樹也應該是啦 好你先不用回答我你再放在心上就好 好那另外就是還有一個是現在計畫中的 計畫中就是在我們的那個玉璃榮院旁邊的 一個我們的這個空地一個大的空地那一塊 以前是國防部的 對對那個軍方的部分 那我們也跟軍方來討論 是不是能夠移撥給花蓮縣政府 那我們先提運動園區的計畫 那那個運動園區的計畫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有關於極限運動的車子 那個腳踏車的部分還有滑板的部分 以及溜冰的部分把它納進去 因為畢竟慢慢的這個會位為一個風扇 那我們也可以將這個場地把它 因為旁邊它的腹地相當的大 可以停車也可以做其他的擴充 所以未來除了我們的 除了我們的射箭 我們保留的射箭50個靶位的 在我們的永昌分校 這是很重要一個運動賽場 全國大概只有花蓮縣有50個靶位的 這個射箭的靶場在那裡以外 那另外未來我想這個極限運動 在玉里的部分也會相當的重要 對 好感謝縣長喔 我們南區呢現在很像只靠運動 只靠活動來讓我們所有全國的人 進駐在我們的南區 那我相信我們整個花蓮縣 為了在我們整個環境裡面呢能夠 我們要很均衡的來發展才對 所以今天聽縣長這樣的講 我們期待我們南區期待縣長的規劃 同時也希望把我把這個建源能夠 我們的建源能夠帶上好 請縣長請回座 我們最後三分鐘 來我們再請我的PPT再跟我放一下喔 我知道在我們已經花蓮縣呢 我們花蓮呢已經走進國際的那個觀光路線了 永續花蓮影響世界呢 這也是縣長在AI科技這個區塊的提升之下呢 讓我們能夠過得更 花蓮縣過得更有科技的品質喔 那我們來看看智慧行交通跟車流暢通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謝謝 我們聲音大一點 因車流量相對較小且出入時間不穩定 因此以一組影像辨識裝置 同時控制兩處路口之觸動功能 在此設計中 神道公路為主幹道 因此其耗制持續執行長綠 相對的 部落出入口屬之道 其耗制則持續執行長紅 知道車輛 機車或行人有知道感應範圍內停等 系統將即時辨識感應區內的物體類型 是否符合設定 其辨識種類可單選或複選 同時系統 也會根據物體的運行方向 確認是進入或是離開之道 如與鎖定之方向不同 則無法觸動感應 透過以上優化措施 能夠有效應對車流量不大且進出時間 不固定的特殊情況 在左上角視窗中可以看到 當車輛停等於感應區域時 右邊視窗的耗制燈 則開始紅燈勝於秒數倒數 一般情況下 知道只需等待7秒即可由長紅轉變為綠燈 幹道黃燈5秒 全紅2秒 但為了確保幹道通行時間 系統會根據電腦換算得到最佳的知道等待時間 如此可以避免知道車輛持續觸發 好 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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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停 因為我剩一分鐘 好 我會留在後面再繼續講 這個部分我相信縣長已經知道了 請縣長帶回去 謝謝 報告到此 好 謝謝中蘇貞議員的質詢 那接下來請鄭乾隆議員質詢 時間50分鐘 好 謝謝大會主席我們張議長 還有在座的我們的習縣長 勞秘書長 還有縣府的集處長 還有今天在後面的縣府的各位科長 還有本會的習副議長 還有本會的各位議員同仁先進 議會的記者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首先還沒有進入總執行之前 那本期來提一下 在5月5日 那本期參加我們花蓮縣政府的 所謂的前省的 擬立的縣市長來到花蓮 來關心我們花蓮 0403地震的情形 也送來很多的關心 很多的資金 那也來慰問我們的習縣長 那很多議員都還有咪代表都在現場 那看到我們當下我們習縣長 落下了 落下了一個 傷心還是安慰的眼淚 我想在座很多的咪代表都掉下了眼淚 包含我也是掉下眼淚 因為看到那個景 真的是很感傷 所以說當下很多咪代表都掉下了眼淚 那前幾天 我們林政府大議員 有一個機會他就跟我講 你很愛哭耶 我說我怎麼很愛哭 他說去年啊 我們那個中書正中議員 為了議算的部分在議會 為了地方在爭取金會 那因為身體不適 後來送醫 我就看到你躲在角落哭啊 我說人總是有感情的嘛 看到比較傷情的事情 總是會留下男人類 我想這個叫做真情流露 好 謝謝 那在這一次0403 也看到我們各政黨 那為了我們花蓮地震 來各自表述 那也有聽到說老天有眼的部分 那也有在政黨在立法院 為了地方的所謂的震災的 一個金會的編列 在那邊各自的表述 當然啦為地方來爭取 我們地方民意代表都非常感謝 可是也造成了很多 多負面的 因為政黨的紛爭 造成了人心的坎蕩不安 我想這個是政黨對決 政黨各自工坊 產生下的一些議論 產生一些原來的結果 那我現在講到政黨 我也要提一下政黨 應該是說 本來我是有屬於一個政黨 那在經過我們黨內出選的那個時間點 因為或許人家有規劃人選 那就是把某些人把它排除掉了 連參選的機會 黨內出選的機會都沒有 可是黨內出選有一定的機制 有一定的條件 有一定的規範 可是他後來把我排除外後 讓另外的人來參與的話 條件不符 也為他量身訂做 讓他可以順利的參選 我想這個是很不公平的 那我就說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這個家庭你認為說 我在這個家庭不適合 已經有規劃人選了 那是不是我就到外面去闖 外面去拼 結果他說也不表達意見 結果到很明朗的登記結束後 他就給我公文 這個公文是說 我違反黨內出選機制 把我開除黨籍 這個大家庭不容納我了 叫我到外面去了 我不是他們家的人了 算了 結果在當年的隔年的元月份 當主席要參選的時候 又一個通知單給我了 請我去投票 那我到底是以什麼身份 請我去投票 結果我也沒去投 那後來再經過我們 今年初 所謂的中央黨部中評會 給我一個公文 確定開除黨籍 所以說我要講 我現在不屬於哪一個政黨 所以我所作所為 都為我們的老百姓來負責 都為我們民眾來發聲 所以說 沒有政黨的包袱 沒有政黨的包袱 坦蕩蕩的 那也很感謝黨團 收容我 讓我有一個黨團 有一個姐姐弟弟妹妹來照顧我 可是我這樣講 我進入國民黨黨團 也造成哥哥姐姐兄弟的困擾 前一暫時 有我們國民黨大佬好幾位 跟我推薦說 那你可以回來我們這個大家庭 可是呢 後來他給我的信息是 可能兩三年後要嫌棄了 有嫌棄因素存在 可能暫時不移 就把我排除在外了 那我又在外面流浪了 那我這邊要說 就是說 如果各黨裡面有派系 因為嫌棄的關係 把我排除在外 那我是這樣說 如果說 以後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我想我考慮 適度的時間 時間點 我會退出國民黨黨團 這個是我跟各位 來報告一下 我的心路歷程 我的委氣 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再來 大家或許不了解 我跟習縣長跟護委員 應該我跟護委員 應該差不多五十幾年 四五十年的老齡機了 跟習縣長 現在嫁到花蓮 也應該有二三十年 我都是老齡機 可是 感覺上那個技術很嚴 因為或許很多人 都在縣長那邊 委員那邊 晃了很多的毒素 讓委員跟縣長認為說 我身上都充滿的毒素 不容易接近 所以我要跟縣長報告 我是很善良的人 我身上充滿的熱情 充滿的善良的一個 一個嚴肅在 我想縣長你可以去瞭解一下 好不好 好謝謝 那本期現在 針對我們這一次的總實行的議題 我要跟我們在座的基礎長講 那去年在十月份定期會的時候 那本期就跟我們在座基礎長講 我們名義代表我們議員來自基層 都受到我們基層的民眾的請託 來跟我們縣府 來跟你們緩應 來跟你們溝通 包括地方的建設 包括經費的爭取 我們都會主動來議會 主動到縣府 還是說在你們辦公室 打個電話跟你們請託 請你們協助地方的服務案件 那相對的每年只有兩次的定期會 那在定期會之間 是不是我們議會跟我們縣府 要跟議會充分的溝通 包括經費的通過 是不是要經過我們議會的同意 所以我去年我就講說 如果在開會期間當下 有跟議員聯絡的 還是打個電話的 有超過十位超過十五位的 請站起來 我想今天我就不要這樣做了 因為如果再把這個議題再發酵出來 我想會很難看 我想在座的局處長 你們要本著我們縣府 是一個團隊 不是一個個人 你們所做的 都是為我們整個團隊來努力 不是為了你們一個局處 縣府是一個團隊 不是一個個人 所以這個部分 還要請你們 多多的努力一下 為我們縣長多分憂解牢 不要說你 不管你的事 預算有過沒過也沒有我的事 時間到了要總執行之前 再打個電話 還是執行前一天 再請問他議員 這次有什麼事情呢 有什麼要指教的 為什麼不能提早呢 對不對 我們平常沒有開會期間 我們都到你們辦公室打電話給 承辦科長 處長 機長 請你們協助案件 那你們現在一年開會 只有兩次定期會 你們不會主動來邀請 請我們的議員來協助嗎 我想這個部分 你們還是要加強 好不好 那這一次就不要再站起來 站起來表達還是幾種 很難看 好啦 好 那就這樣 好 那我本期針對我們 這一次的總執行裡面的 地方的一個建議 還有我的看法 在這一次0403的部分 我想看到很多我們的房子 因為0403都倒了 好 各位請看一下 我再係數一下 因為在座的各位議員 在座的基礎場 應該都了解說 我們這一次的 0403的地震 還有0423的地震 花蓮倒了幾棟的房子 還沒有拆的有幾棟 那有餘粒的有幾棟 大家都看一下 該拆的 北濱街早餐店 還有我們天王興大樓 還有富凱還有統帥 都拆了 還有藍天麗瓷飯店也拆了 那現在有餘粒的部分 大家看得到 蓮花大樓 還有富翼金華 還有山海關大樓 還有我們上義房工 還有我們總共市場那個 維爾康大樓還是什麼大樓 我想很多有安全餘粒的部分 當然當下沒有倒塌下來 可是後期有沒有餘粒 未知 所以說這個是 0403 0423所留下來的一個結果 那也看到我們很多公務部門的部分 包括我們花蓮禮中 包括我們東華的理工協院 也是因為地震而受影響 也是因為地震而火災 我想這個後期都是要處理的部分 那整個這一次的0403 0423 我們看到了 我們所列的紅丹的部分 還有黃丹的部分 總共有一百多件 一百多件 這個都是有影響我們的結構 影響到我們的建築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數字 那也看到我們0403 我們行政院有所謂的 要給我們地方的一些工程 還是之後的一個災款 公共設施的部分 有184.4億 那民房災存安置的有58.4億 那產業振興的也有40.8 還有其他的 那零零種種加起來有285.5億 那我昨天有聽到 我們民主長提到 到目前為止 只有一個通知 就是一個6000多萬 所謂我們文化級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 還沒有接受到通知 我想這救災如救命 中央播了 中央講了那麼多經費 到現在還沒有下來 那我們民眾呢 還在苦苦的等 我們這一次的 我們的花蓮縣的 震災的所謂善款 只有五六億而已 我們可以自己來用 還有我們災害準備 已經四點多億 我們現在手上可以用的 就是這些錢而已 那其他的部分 都是要仰賴我們中央 來挹注地方的一個建設 一個災後的一個振興 我想還是要請中央 苦民所苦 儘快的來把這個款項拨下來 因為拨下來還有一定的流程 拨到縣政府 縣政府做成還是要送議會來通過 我想昨天我們的代理主席 我們謝國榮謝議員有提到 我們張議員 之前張議員 現在的張議長 有指示 只要說我們中央善款下來的話 我相信我們在座所有議員 一定會盡快來審議 讓我們的災款能順利的 來給我們地方 來挹注我們地方的建設 地方的一個贈災 還有一些讓我們民眾 有感的一些的經費上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都做得到 那也有些同事提到說 我們這一次的 愛心的一個贈災的一個災款 我想時空變形也不一樣 之前所謂的0206有二十幾億 那這一次只有五億多六億多 我想也不足來因應我們目前 我們所地震所造成的建築物的回損 還有說我們人營的救助 還有一些安置的部分 我想這個潛勢遠遠不足 還是有賴我們中央 來繼續來挹注我們地方的建設 我想地方的建設 這個地方的災情不分難力 不分黨派 只要是能幫助我們地方的 不管哪一個政黨 我身為五黨籍的議員 我一定都全力支持 只要讓我們民眾有感 只要讓我的百姓 只要讓我花蓮縣的縣民有感的 身為地方民意代表的議員 我一定全力支持 那個災款的那個統計表 大家都看得到 今年到目前還有五億多而已 那中央的應該有十六億多 可是中央的 有些看得到吃不到 因為中央的災款有十六億多 它不是只有花蓮縣而已 它整個花蓮市種災期沒有錯 可是你新北市還有其他的縣市 也有災情 所以它的十六億多 也會一部分給其他的縣市 因為它是這一次是 零四零三的災情的三款進來 並不是指定花蓮縣而已 所以說看那麼多 確實到時候到地方 會有多少還未定 那剛才本期所講的 285.5億的部分 也不是全部都進來我們花蓮縣 還有其他的縣市會分那一筆錢 我想到時候真的會非常的辛苦 花蓮縣真的會非常的辛苦 那這一次因為地震的部分 房屋回損的部分 我們有分為修繕跟拆除的部分 我要這邊要講 拆除的部分 當然有所謂的利己危險性的部分 那我們縣政府主動來拆 那拆的費用我們縣政府自己來吸收 包括拆完的所謂的那個 建築會器物 這個所謂的建築會器物的部分 我想 縣政府拆的 拆的經費都是由縣政府買單負責 那拆完的那些 剩餘的那些所謂的會器物的費用 也是縣政府來處理 那明天他自己拆的部分 一棟三十萬夠嗎 那拆下來的所謂會器物的部分 要可以進我們那個國土資場嗎 不能進 要進一般的土資場 那一般土資場他的收費啊 我這樣念一下 建築會器物混合物內容成分 會器物佔百分之九十以上 土方佔百分之十 一噸要一萬塊 最高一噸要一萬塊 我一部車載五噸的話 我到一般的土資場器 一般的廠氣 處理廠進氣 我一卡車就要五萬塊了 那我一棟房子拆下來的 有多少的土方 動輒好幾十噸 你說三十萬夠嗎 不夠 那我講一個比較便宜的 建築會器物混合物內容成分 會器物佔百分之二十 那應該就是說 他裡面的成分 如果說你的雜質比較多的 進場收費高一點 那你的雜質 比如說一些木料啦 那一些比較少的 他進去的單價就比較低 可能就兩千塊 所以我這邊要反映就是說 我們一個縣市不能兩種標準 當然有利息危險性的 我們縣府幫他拆 我們縣政府不管是拆的公司 還是土方 由我們縣政府來吸收來負責 那民眾自己拆的呢 是不是這個部分 我們縣政府也可以來協助 那昨天也聽到我們環保局勞機長有提到 有跟中央來反映 如果可行的話 一頓要幫我們民眾爭取六千塊 在這邊還是要感謝我們勞機長 苦民所苦啦 你有看到也有聽到了 好 那我們是不是現在請我們建設處 處長 我剛才所講的當然 在工作報告的時候也有提 平常也有提 那我們真的也都看到建設處的 你們的辛苦你們的用心 只是說我們來自民間 民間跟我們反映的事情 當然你們很多 你們沒有辦法聽到民眾的聲音 那藉著我們民意代表 當然就是到議會來反映地方的一個心聲 所以我剛才所講那幾項 還是要麻煩處長 多多的關心 多多的協助 橫向聯繫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0403 0123 我們現在看到都是表面上的 對 表面上的 房子倒了 還有貼房單的部分 那 在地面的我們看不到 還有就是說還沒有發生的 我們也沒有看到 那我們政府機關是不是要超前部署 要去因應 如果萬一啦 我也是不希望發生啦 如果還有其他遺症再進來 超過四級五級 目前還沒上這房子 安全有沒有餘力 所以說當下第一時間就救急嘛 那後續我們就業務單位 你好好去規劃 去了解 萬一如果改天 這種情形發生了 我們要怎麼去因應 這個部分還是要請你 超前部署一下 要去因應一下 好不好 是這個議員我來說明一下 大會主席張議長 徐副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 大家早安 那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地震是天災 天災造成了這些建築物的損傷 那緊急評估我們也提醒了民眾 自己的房子 你該注意哪些事情 那現在也祭出了一些修善的補助 也推 也推動 也推動了這個 做成補強的說明 那現在重建的相關的 這些 這個中央也在這邊成立了這個 這個地方的重建辦公室 那我想房子是屬於民眾自己的 我們的建築法 第77條也明定 建築物的使用人要負 這個建築物的使用安全的責任 那損壞的狀況已經發生 所以真的是還要在這邊呼籲這些 我們建築物的所有權人要趕快 針對自己的建築物 去做一些後續的處理 那縣府也好 中央也好 就是各種的補助也好 那都是盡可能提供一些協助 譬如說 修善的補助 弱成補強的補助 那這些都是民眾可以利用運用的 那趕快來進行 趕快來著手 不是說 縣府要負責大家的建築物的安全 不是這樣子 我想這個可能要跟議員說明一下 我這樣說了 我補充一下 不是說縣府要負責民眾的建築物安全 因為我們行政機關 就是有其責任跟他們說明 意思是這樣 因為政府機關的設置的存在 不是要保障我們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嗎 當然地震是天災 可是天災我們有些善款 有些什麼 經會進來 適度的讓民眾有感 當然不是說我們全部把它蓋好 只是說適度的彌補他一點 幫忙他一點 協助他們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政府的存在 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這樣 當然啦 那麼多的房子 兩千多個受災戶 我們再多的經費 也沒有辦法來彌補 來協助他們 百分之百完成 可是我們要盡力來協助他們 我想議員這不是彌補啦 齁 協助他們 不是彌補是協助 對協助他們 來協助他們 讓他們 往後的重建的部分 還是往後的日常做起 會比較順一點 辛辛苦苦買了一棟房子 因為遇到了地震 當然責任不在我們前五機關 只是說他們今天發生的這種事情 我們集眾人的力量 來幫忙少數的民眾 讓他有一個比較舒適的 讓他一點喘息的一個機會 眾人的力量來幫助少部分 我的意思是這樣 好不好 好 請回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好 再來我們請我們社會環保機好了 好 謝謝我們勞副機長 那天工作報告 我有聽你說就是說 會盡量幫我們的拆遷戶 爭取所謂的一頓的處理費用 讓他有這個錢 可以到外面的民間業者 吐司一個收集 是不是這樣說 大會主席張議長 還有許副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 那我們目前這個國府 戰製場堆製的吐司 有來自就是建設處這邊 強制拆除的 還有台積電磁劑協助的 那出估的量就大概快15萬噸了 那國府這邊 你如果說紅白單 紅黃單 自行拆除的要進去 可能堆製場量不夠 所以我們這邊有跟建設處這邊討論 就是會因為法規的問題 我們會納進去這個拆除工程裡面 會提報這個0403的重建條例 就這一個部分 對啦還是要麻煩你多關心一點 苦民所苦 公務部門存在就是要讓我們民眾 生活 居住 安心 這部分還是要麻煩你 那你自己你剛才講說 戶地不夠 戶地不夠的部分 不是我們現在在國務場 後面還是有跟郭戰齊 商界還是租界一塊地嗎 有 有在租界 我想這一次 0403的我們的房子倒塌了 比上一次0206來得多 所以後續的可能處理的情形會更複雜 所以說我還是要請我們勞務機長 滾動式的檢討 因為之前0206的時候 我們曾經也碰過 那這一次0403的部分 當然之前有一個經驗在 那我是想說 我們民眾的需求 我們盡可能去協助他們 好不好 大家都不願意發生 只是說我們公務部門 就是存在就是要保護我們的縣民 好不好 是 好這段時間大家辛苦 好請回 來再來請我們社會處陳處長 好處長辛苦了 白頭髮又越來越多了 我想喔 身在公務好修行啊 私比獸更有福 所以說民眾遇到了 我們身為公務部門的主管 還有我們在座民意代表 幫忙他 讓他們在這一次災難之後 可以盡快地走出這個陰霾 所以我這邊要跟我們處長來建議就是說 當然我們社會處很多環雜的事物 平常就要做了 那再加上這一次0403的相對的一些災民的部分 增加了很多的一個工作量 可是大家也不願意發生 既然發生了 我們就要樂意去幫他們解解 可能就是說 我們裡面的同仁的應對方面 可能要請他們多多的有一點耐性 因為災民嘛 他總是急了嘛 急了當然口氣方面 應對方面就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我們要請我們同仁 同理心 比較 比較 比較靜下來聽聽他們的聲音 不要應對方面 讓民眾感受到 好像 好像就是去那邊 好像是跟要錢一樣 透一樣 所以這部分還是要請處長 多多的一個關心一點 那處長 你這段時間有沒有遇到什麼的困難點 我想應該是說錢都不夠啦 我剛才講那麼多 285.5億 又不是整個我們花蓮縣 還有其他的縣市 還有其他的項目 不是都全部的 針對我們民眾的部分 針對我們百姓的部分 有針對我們那個錢 針對有些建設的部分 振興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安置的部分 還有說租金 還有說安置的部分 那個錢應該是不夠 對不對 夠嗎 好大會主席張議長 我們許副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先生女士 那感謝曾成龍議員 對於我們社會處同仁的關心 那當然在應對上 可能我們還需要再來請同仁 能夠有更加有同理心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做一個要求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碰到問題的困難點 我個人的看法 這個不代表我們全縣政府 第一個就是 中央它握有的資源 當然比我們地方政府大 這是大家都了解的 但是在救災的過程裡面 事物是非常的繁雜的 那尤其到關係到每一位 不一樣的樣態的災民 這個身上 那它的需求自然也不同 那政府在提供服務的過程裡面 當然是以大多數的這個災民來做考量 它的那個規定 那當然個案也要納進來做一個服務這樣 那但是呢 在政府部門比較 讓公務員為什麼會比較保守的就是 我們會要面臨事後的究責 就是我們公務員在從事 救災工作的過程裡面 最擔心的就是大家忙 拋夫棄子 拋棄家庭在那邊工作的時候 等到救災到一個階段 結果要被究責 這個是很傷心的 很傷公務員的一個 在面對危險 他是不是要往前衝 造成他仇促不前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障礙 這是我要在這邊表明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中央他未有這麼大的資源 可是他的新聞呢 永遠比公文快 那公文來呢 又跟新聞報導的又不一樣 因為公文具體你要去規定 什麼人有資格領什麼錢 可以領多少錢 那可是他來的公文呢 有時候呢 連資格都沒有做一個律訂 然後呢 只是講說 對外宣布說 已經給地方政府 請他們快一點快一點 你沒有資格的明定 我要怎麼快呢 跟你請示的 你又講的不是很清楚 說要帶回去研議 研議了15天了還沒有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 在執行的過程裡面 雖然我們社會處的同仁 大家都是沒日沒夜的在工作 但是你在法令的規定上 它是不是能夠配合的上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節點 其實防災勝於救災啦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可是在防災的過程裡面 鄉鎮施工所是不是很積極的在演練 然後大家都講複合式的災房 可是在花蓮縣以來 是民國40年以來 第一次的這麼大的跨鄉鎮 跨區域這麼多的災戶 光0206也只有242戶而已啊 是不是 而且它很明確就是那三棟大樓 這一次災情完全不同 那鄉鎮施工所 它這個第一線的基礎的這個公家機關 在地方制度法跟災房法裡面 它所規定 它要求它自己要成立的災房機制 救災機制有沒有做到 然後造成災民的認定的身份的困難 然後要到我們第二線來的花蓮縣政府 縣長是帶著我們同仁到第一線去 那中央政府也是這樣 它是法令的訂定機關解釋機關 可是它有做這一些嗎 也很困難 所以在這一次這麼大的一個災害 而且有跨縣市了 然後呢大家都平移在口水站 新聞站裡面 可是我們基層機關 收到的公文是 是已經時機點很重要嘛 資格的認定很重要嘛 你每一個人的單價很重要嘛 沒有 這樣 這是我的困難 好 謝謝大家辛苦了請回 好 謝謝議員 好 謝謝 大家都辛苦了 好 接著我們請農業處 我們陳處長 處長 大家都辛苦了 我想零四零三零四二三造成了 我們花蓮縣很多重大的一個損壞 那至於我們農業的部分 當然就是運輸的部分嘛 運輸的部分 當然第一時間也有補助我們各級農會 他們所謂的運輸的一個費用 可是這個是目前我們發生的事情 那我跟你們要來另外探討一個問題 地震 地震一動下去 我們整個大地都受影響 我們的母親啊 大地是我們的母親啊 我們的母親也受了傷害了 你有看到我們青山綠水 都那邊吐一塊 那邊吐一塊了 是不是 那你有什麼好的方法 你有想到這一點嗎 要怎麼去把它複裔 要怎麼讓我們的青山綠水 又可以變回來 這方面你有想到嗎 還是你有想到沒有講而已 你講看看 大會主席張議長 許副議長 還有在座所有的議員女士先生 還有媒體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感謝曾議員對於我們 可能像是在土石方面的 山坡方面的關心 那其實從0403到0423 兩次的大地震 那其實我們花蓮很多的山脈 其實都像您說的是 東吐一片 西吐一片 那也很感謝水保署的單位 他們的委外團隊也來到花蓮 有做了兩批次的一個實地視察 針對我們整個土石的狀況 包括保全戶的狀況 做一個實地勘察 那水保署的副署長 也有到我們縣政府這邊 來跟我們做延商 那其實目前的話 針對我們第一批次的一個 視察結果 已經有新增9處 會有保全出戶需要新增的部分 像是4處的土石流 潛式溪流的新增 還有5處的那個 鎮後砂石敏感區的新增 這個部分我們也請 在地公所儘快將保全戶的名冊 能夠提供來給我們 那包括上週完成第二批次的一個視察 像是我們一起去到 像光復鄉那邊的大新部落 那其實那邊的山坡 從之前的0206之後 就已經有突突的狀況了 那其實還是要持續的穩定的觀察 包括不管是山坡的狀況 那還有下方梳子霸的狀況 還有我們一些症候的一些土石流的敏感器等等 都有在持續的注意當中 那其實感謝議員的關心 那在山坡方面我們持續的觀察 那包括像是我們一些村裡的防災自主 然後我們的石兵演練 我們的精進實作都有在持續辦理 那我們還會再針對像是我們 新增的土石流潛式溪流的部分 請村里長一起來合作 讓我們在地居民的防災意識能夠更加加強 其實像是我們前面我們團隊們都有提到的 其實防災更重於救災 好 你有注意到這一點 那我這邊要跟你提就是說 當然地震影響到我們的山坡 都變成土石流都發動了 可是你要記得花蓮是一個地震多的地方 颱風多的地方 現在接著就是我們颱風季的 那強降雨颱風來 我們山邊山上那個土石已經鬆動了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下面的一個基民的部分 這個部分你們還是要超前部署還是要去研溢 因為花蓮是一個颱風很多的地方 我們現在還沒有碰到 那改天如果颱風進來了還是強降雨下來了 那個土石會不會往下流 那個災情會不會更大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研溢 那至於我們山上我剛才講那個土石的部分 你也要富裕的計畫 你富裕沒有那麼簡單 一個富裕山上的富裕 我想那些都是一些石頭 那些小石塊 富裕要三五年 大地給我們那麼青山綠水的部分 那因為地震部分 土石都裸露了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研溢一下 好不好 要超前部署 因為花蓮是一個地震多的地方 颱風多的地方 現在還沒有看到 希望今年不要颱風進來 如果今年颱風進來的話 我想 那個土石流 我想那個災情 我想應該會蠻嚴重的 好這個部分還請你主管機關 那本正你的主管機關你們專業 會後去研議一下 看怎麼樣來防範 以颱風進來 會影響的層面更低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請回座 辛苦了 好那我再提一點就是說 剛才本期有提到就是 我們這一次地震 那很多的建築物都倒塌了 也都拆了 那再加上我們很多公務機關的 包括花泥的部分 包括漢平酒店的部分拆了 藍天歷史也拆了 好 那那麼多 突然間那麼多的建築物拆了 那事後不管是公務機關還是民間 他總是會去修繕修復 那很多的工作量都進來的部分 那以目前花蓮的營建的一個工班 有沒有辦法有那個人力去承擔那麼大的業務 這個也是一個未知數 大家都知道我們花蓮縣現在的房地產 已經找不到人力了 也不人力物力人力也找不到了 所以說突然間那麼多的一個工作跑出來 我想會壓縮到目前我們所謂的外面的營建業者 他們的工作 所以說我要建議我們花蓮新政府 還有就是我們地震來發生的時候 只要你這個工地灌漿燒至三天內 如果有發生四級五級的遺震 這個工地要停下來 等我們相關單位去會勘完後 勘驗完後才可以復工 也會拉長的我們所謂的我們營建工地的一個工期 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可以 先生我研議一下 可不可以就像我們上次會演的期間 可以把目前我們所謂的我們的 不管是公家不管是民間不管是建設公司的 他們的建造的部分可以展延兩年 不要一風風的大家趕著去施作 會把我們的花蓮的所謂的 鹽物料公司的部分 因為大家搶工嘛 單價會拉高提高了嘛 那營建成本提高 那最後這個成品這個房子 會落在誰的手上 落在我們消費者的手上 所以他的單價就會高了 所以會影響到我們花蓮 我們的營建成本 會影響到我們花蓮一個 建築物這個買賣的一個單價 我想 縣府是不是可以研議一下 在這個非常時期地震期間 把目前所有的各建造部分 可以展延兩年 讓民眾有一個寬鬆期 不要為了因為要施作 要趕工 大家搶工人 那個單價都提高了 單價提高了 到時候他的產品 到時候他的工地 他的售價也高了 那也不會影響到我們公務機關 我們公共工程的一個形設 這個是我的建議 好 那 剛才本期有提到我們0403 針對我們建設處 還有我們農業處 還有我們社會處相關 環保級相關的單位 我想最後是不是請我們縣長 林基我們來講講話 大會主席張議長 還有許副議長 以及鄭議員 還有所有的議員先進 縣政府團隊 記者媒體 女士先生 大家早 感謝鄭議員 我想從政路上總是有起起伏伏 但是歡喜心 對 沒有錯 我想就是這樣 我也不曉得議員遭受到什麼措斷 但是加油 因為有你在我的林基 我就很安心了 那個 花蓮加油 不過真的謝謝 謝謝鄭議員 剛才給建設處 或者是社會處 很完整的時間 讓他們陳述 他們目前的被大眾誤解 或者是工作的艱辛的部分 我想社會處他回應的 非常非常的完整 因為其實在後台的工作 有相當多 而且繁複 非常繁複 每一個家庭的太陽都不一樣 的確是如此 尤其是剛才也講到 這個公文總比 新聞總比公文快 那現在 這個曾衛也要跟我們的 所有議員報告 昨天 這個我們秘書長說 華蓮縣政府就收到第一張公文 就是文化部的這個文資 的修繕的部分 六千萬的部分 六千萬的部分 那這是total 但是花蓮縣政府 必須分擔 將近兩成 就是大概一千多萬 將近快兩千萬 等於說 如果是285億屬於各部會的補助或補貼 應該都要有自備款的部分 對 自備款的部分 那像剛才又收到一張公文 是環保局的 環保局的四百萬 那華蓮縣政府必須要出一成 這個四十萬 所以未來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這個 這樣子的自備款 或是配合款 可能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這個部分就要請議會 能夠多加的支持 那在臨時會的時候 我們都會提進來 那這都會影響到這個公金 或者是後來的這個 復健工程 或者是我們的振興 因為振興工程有相當 振興的東西有相當多 那至於剛才議員有提到的一個 現在花蓮縣因為0403的部分 我們一共增加了35個崩塌區 35個崩塌區 那這個中央分兩次來會堪 一個第一次是17區 第二個是18個崩塌點 那崩塌點有新崩塌點的部分 那屬於下面沒有保全戶的部分 那這個就讓它自然 自然去血氧升息 那另外第二種就是 它原來就是洪黃警戒區下面就有保全戶 但是它因為0403擴大了崩塌 所以它有新的產生多的保全戶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避難所的部分要再準備 所以這個部分農業處已經跟鄉鎮公所合作 他們趕快去調查新的保全戶裡面的成員 還有這個很多的細項都在做 那這未來要連結民政處和社會處 還有避難所的安全度的部分 那另外第三種就是 因為0403新的崩塌區 新的崩塌區產生新的保全戶 這個就要重新再來過 所以其實現在0403之後的工作 其實不只是修繕重建 或者是對於我們的災民的這個生活的輔助 或者是贈災基金的 或者是安遷救助的這些 其實後面的工作還有相當的多 所以現在每一次只要下雨 其實華林縣政府以及各地方鄉公所都非常的緊張 我相信議員也都會接到非常非常多的電話 以剛才議員對於我們整個救災工作的了解還有深入 我想這也是我們都非常謹慎的 現在也除了現在0403的工作要做 後面的工作也相當的多 那至於剛才議員說 我們未來的修繕和重建 還有現在很多公共工程 0403造成的公共工程的災損 或者是之前的 無論是0918或者是都蘇瑞蘇拉海葵小犬 這些的公共工程都還在做 民間的建案也在做 那會不會因為0403的部分去排擠到 排擠到人力物力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會後我們請建設處跟我們工會 來共同來討論 那是不是會影響到 如果會影響到的話 我們再跟工會來共同討論 看看如何來因應的部分 那也謝謝議員能夠提醒 提前來提醒 這個縣政府這件事情 那我請建設處再來演繹 那我想剛才有講的 新增了35個崩塌區的部分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防災自主的訓練的部分 因為現在原來的 原來的這個紅黃警戒的保全戶的部分 都有做自主防災的部分 那現在是新的部分 新的部分還要再做自主防災的部分 所以現在就是自住 人住 公住很重要 那無論是現在修繕也是 我們先趕快把房子修好 那至於我們拆除修繕的部分 用善款來補貼的部分 在這裡也跟議員說明 其實現在我們在討論 重建條例的部分 我們有將很多的把它 納進到重建條例裡面 那如果未來重建條例通過了 那另外通過了 那另外還有正在基金 以及中央的部分的錢加進來 那我們就會來試算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善款 能夠再給我們的受災戶 有怎麼樣的更多的注意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很希望 善用每一塊錢 善用每一塊錢的善款 給我們災民最大的協助 所以上一次我們有一個公告就是 針對於紅黃單的部分 集合式住宅的部分 三百萬的補貼 那另外就是單一住宅部分 五十萬的補貼 還有我們拆除的三十和二十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一般戶的部分 也有二十八萬六千的部分 那現在就是說到時候等到所有 就無論是中央或者是重建條例 都定下來了 都已經安定下來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試算我們的這個善款 我們能夠怎麼樣提高 來這個支應 來協助我們的災民 我想這是我們現在 正在等待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也希望受災戶 你們在修繕的時候 可以把所有的單據都留下來 這是我們一直不斷的透過鄉鎮公所 還有村裡林長跟我們所有的受災戶 以及一般戶 那家裡有動產的部分 什麼電視什麼 如果壞掉了 因為地震呢 也可以先把它留下來 攝影留下來 那這些都可以成為 我們未來比照0206的方式 那當然還是要經過一些這個試算 是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我想 縣長你辛苦了 那我們大家都是身在公門 公門 身在公門好修行 因為我們受傷的傷害 都是我們的縣民 我們自己人 那我這邊要建議一下 那中央在這一次講說 285.5億來補助我們地方 接觸我們地方 我想公務往返也會很不濟急 那再來我剛有提到 285.5億的不是只有花蓮縣 所以我這邊建議 如果中央是前心前意的 來照顧我們花蓮縣 那賺款的部分 也沒有辦法全部來 挹注我們花蓮縣 讓我們的災民 可以趕快恢復到之前的生活 我這邊是建議 只要是我們縣民有需求 有需要 那是不是在我們的縣府裡面的 總預算的適度調整 是到最後 有需要當然是這樣調整 如果沒有需要當然就不用 我意思是說 如果說中央的經費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來移住地方 讓我們民眾 可以恢復到之前的生活 本期建議 在我們的縣預算裡面 所謂的公共工程的部分 不是那麼急迫的事 我們是不是可以 研議一下 緩一下 先把我們眼前這個問題 先解決 這個叫救命財 以上我的建議是這樣 再供我們縣長你們再研議看看 只要是我們縣預算裡面的經費 基礎建設 不是那麼急迫性的 如果不足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這一筆錢 先挪用來為我們的災民 讓他早一點 恢復他們的日常作息 我想工部門有工部門的財政的法規 這個可能還要請財主單位來演議 當然就是說我們現在 我們收到的公文 我們這個04 03 中央給我們的公文 我們都要配合款 所以這個部分 也會對於花齡縣政府 現在的財政的部分 也會有一些增加的部分 所以這裡我想 這個都跟財主單位有關係 這個還要跟財主單位討論 謝謝 謝謝 不過重建條例如果通過 其實會幫中央以及地方 還有最大的 最大是可以幫到我們的災民 趕快讓他放心的修繕重建 所以請議員 如果中央有朋友 其實趕快呼籲他們 而且這個議員 民進黨的關係還是很好 呼籲中央 呼籲中央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能夠支持舉手投票 支持我們提出來的重建條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鄭泉榮議員的質詢 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時間終了 請主席宣布繼續開會 好 繼續開會 現在繼續憲政總質詢 現在請許子方議員 質詢時間50分鐘 好 謝謝議長 大會主席張議長 徐副議長 陳秘書長 縣府團隊徐縣長 饒秘書長 以及各局處首長 現場辛苦的媒體記者們 本會議員同仁 本會議員同仁 還有直播前的鄉親們 大家好 今天是現議會第二十屆第三次定期大會 本席第一輪質詢 這是我們官方統計出來的數據 當然一直在滾動中 但是我們大約可以看的 0206以及0403的紅黃單 拆除的對比圖 很明顯的 此次的0403相比 叫0206來說 建築物的傷害 是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在紅單部分 在紅單部分 0206是20件 242戶 0403是83件 861戶 在黃單部分 0206是20戶 0403是79戶 拆除部分 0206是5件 0403目前已經拆除12件 正在拆除的是3件 還有在我知道的 還有在繼續增加中 好我們下一頁 0206以及0403的受災人員 以及善款的捐贈 差異對比 我們在資料上有所顯示出來 在0206 零難者有17人 輕重商有291人 在捐款部分有27億多 0403 零難18人 輕重商有1155人 捐款有5億多 目前還在增加中 好我們下一頁 本席想說出花蓮民眾更想知道的是 災後花蓮如何重建 地震後受災的建築物重建工程 不外乎就是原地重建 還有其他方案 也就是像零補租款 然而這樣的經費需要多少錢 我想不管是我們或者是民眾 可能還沒有辦法去估計中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等會兒請建設處 鄧處長跟我們回覆 在重建經費上的缺口 大概要多少億 當然本席剛好就住在 這個重災區的重災區 這一陣子啊 我常常苦中作樂 說我們是重中之重啊 當然本席也接到很多受災民眾的陳情 然而最多的民眾詢問就是很茫然的問 我們該怎麼做 怎麼深情補助 我們連家都沒有了 政府可以幫我們什麼忙 這也必須歸咎政府給民眾很多的資訊混亂 這個部分我想請教我們行研處 吳處長 請 我們必須要歸咎政府給民眾很多的資訊是混亂的喔 光是我們在第一線 聯繫相關單位以及詢問補助相關的問題 就連我們都覺得很混亂 更何況是一般的民眾 還有個體戶的受災民眾 也跟我陳情說 他都不知道要去哪裡申請什麼補助什麼 而是這個大樓倒塌的這些災民的朋友告訴他 欸現在可以去做什麼 他才知道他現在可以去申請什麼 當然也有很多的耳語讓民眾不知所措 這個部分我還是要請吳處長來說明 大會主席張軍議長徐副議長以及各位議員大家早 那謝謝子方議員的一個提問喔 我們在4月3號7點58分發生地震 那原則上在9點35分 縣府就成立了0403的網頁專區 那我們將相關所有現在地震以及相關統計的數字 都一直持續在0403的那個網頁在做公告 另外一部分是持續在臉書或者是縣府的LIOT 也持續都有在公告 那現在每一天我們大概都有把這樣的報表 也公告在0403的網頁上 那最主要關鍵是在於說 我們其實在第一線都在掌握目前各災民 或者是各災區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4月8號的時候現場就指示 我們在縣府的大禮堂成立聯合服務中心 將相關災民無論在補貼或者是租屋的媒介 修繕的部分都有相關的直接面對民眾的一個 打詢的一個部分 那往下呢我們現在也在籌措一個 LINE AT的一個小幫手的一個部分 那能夠讓民眾可以直接進到裡面 但目前除了縣府已經掌握的這些資訊之外 我們其實還在仰賴中央來公文 就確定這些方案補助的對象實施的辦法可以做 所以現在有些資訊還需要在完備中 那另外就是在白單紅黃單的部分呢 也有不一樣的作為 包括白單我們持續也跟持濟 還有台積電一直有在聯繫 那直到現在掌握修繕的一個進度 那這些報表每天現場都在關心 所以其實我們各項的這些 占民的協助跟援助的一個部分 一直有在推動中 那這個也先跟議員先做一個回報 好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不了解 也就是有很多的誤會 都是因為不了解情況嘛 所以產生的 而誤聽了什麼 是不是我們在縣府的官網上 或者是 我知道您說 在LINE上面 我是有看到這個資訊的update 但是在官網上呢 是不是有 或者要去推跟這些災民說 是不是要下載我們的LINE 我們縣政府的LINE 可以常常去更新資訊 像紅黃單的這些災民 我可以一上網 我就可以知道 我現在可以走到哪一步 我有什麼可以補助 我可以去申請什麼 那不是紅黃單的 也可以啊 其實我們花蓮很多喔 都是受災戶 雖然它不是紅黃單喔 所以很多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補償我們自己的建物 我們也不曉得 那有什麼可以補助我們 不是紅黃單的部分 所以這都是有賴於我們縣府 要先把這些都建立起來 讓民眾是很可以隨時去查詢到的 否則我們怎麼自稱是智慧城市 是不是 是 這個部分我還是請這邊再多加強一下 好不好 好 請處長請回應 我們請建設處 鄧處長 在米倫斷層帶上的老舊大樓 民宅以及公家機關其實受創都非常的嚴重 在這一次光是北濱街不到200公尺就拆了三棟大樓 不僅如此 經過0403 0423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 上週還有近六級的地震發生 所以本席還是要再一次的建議縣府 應該繼續受理民眾申請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機制 除了多棟大樓接續的拆除 包括華爾街 集合住宅 以及現在為數不少的老舊大樓民宅 也必須立即進行 不管是拆除或者是耐震補強作業 如此才能得以讓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保障 在這個部分 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也有跟處長有溝通過 也有交換過意見 所以請處長回應 是 大會主席張議長 許副議長各位議員大家早安 謝謝許指方議員所提到這個問題 那這個部分 我分兩個部分跟議員來說明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災後的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 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在地震天災發生之後的一個緊急動員 馬上去做一個危險排除的一個工作 所以它應該是要在短時間 趕快先去做一些建物的評定 在我們的災區裡面 那評定的結果我們張貼這個單子 來示警 那這個部分 它是以一個目視的方式 其實最主要是要排除危險 譬如說像紅單它損壞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希望說民眾趕快遠離這個 這個比較危險的地方 那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是一個災害後的趕快去做危險排除的工作 那議員有提到的這個部分 其實涉及的層面是一個比較大的部分 可能在我們一些環境地質敏感區 像斷層帶沿線附近周邊 譬如說這個我們米輪斷層 它就是一個地質敏感區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有跟這個國政中心合作 那我們在過去幾年 我們將我們的這個建管的圖資 一張一張的箭矢照的資料 全部都掃描成電子檔建檔 那這些圖資現在目前很快的 就可以馬上調到相關的資料 在這一次地震發生之後 我們就在第一時間 我們就以電子檔馬上提供給我們這個消防單位 救災單位 這就是我們發揮了它的功能 那這些資料我們也同步跟國政中心合作 那提供給他們這些這個建築 一些建築在我們這個環境地質敏感區周邊的建物的資料 那再來配合我們這幾年也做了這個 突然異化的這個調查的資料 那可能也同步考慮到這個建築物 它的這個是在民國88年 921地震發生以前 舊的這個耐震法規的這個舊建物 那用一個評估方法去做一個評估 這些建築物它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些補牆 那也透過這一次地震發生 有這麼多的這個建物來受損的一個情況 讓大家知道說這個補牆的重要性 尤其是比較老舊的建物 所以我們未來可能會將這些得到的評估的一些結果 那來就這個比較需要立即去進行相關補牆的這個建物 跟這個建物的所有權來做一個溝通跟通知 那可以運用我們現在既有的這個弱程補牆 因為其實弱程補牆在這個以前 政府就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補助 只是大家可能對於這個並不是那麼的有概念 那也透過這一次的機會跟大家去做這個宣導 那再加上我們這個評估的方法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協助民眾 看能不能將一些舊有的老舊建物 可能我們在未來要進行這個改建之前 先把建物做得比較安全 讓大家做得比較安全 我們這個弱程補牆它有一個另外一個名詞叫階段性補牆 所以它就是在重建未來要進行重建前的一個階段式的 讓花比較少的錢讓建築住得比較安全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朝這個方式來處理 其實鄧處長知不知道在02-06的時候 受災的區域有做過斷層帶上的區域的盤查 這個建築物的安全嗎 有沒有做過 其實我們在02-06之後 那這個中央有推動一個叫做這個快篩 建築物快篩 但是建築物快篩它畢竟是只是調圖資出來 請這個建築師去舊圖資的部分 去做一個初步的判斷 那這個部分可能它的第一個精確度可能沒有那麼高 當然它會有一些快篩出來的這個相關的明細資料 可能這個出來的結果很多建築物都在這個名單之內 當然我們縣府也都有發文通知這些經過快篩出來的結果的這些建物的所有權人 但是就像我剛剛跟議員報告的就是可能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補強的概念 還沒有那麼的了解跟清楚 那過去可能對於這一塊 大家可能覺得事情沒有發生 比較不會去特別的重視 所以我想這個 我們的這個跟國政合作的評估方法 它是一個比較細緻的 我們還會調出它的圖縮 看它當初設計的結構的狀況去做一個評估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會是比較稍微準確的一個評估方式 其實我們都是要提升這個米輪斷層帶上 這個老舊大樓民宅機關這個建物的耐震的能力 應該要 你也要去劃設範圍去補助這個老舊的大樓 他們自己怎麼去做耐震補強 以及獎勵跟推行這個老舊建物的重建 也我們講的為老重建 好 謝謝 現在我們也是大部分有兩個路去走 這個一個就是為老重建跟一個都更的部分 是不是 對 在重建方案的部分 這個為老重建跟這個都市更新的做法 也是這個協助民眾去做這個重建的部分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個方式也應該去做一個相關的推廣 是啊 我們也不想下一次的大地震來 你們是要在瓦礫中來找我們 所以 那其實我們剛剛也有 那個剛剛給我上幾頁那個 多少一個缺口那個 在上面 對這個 這個 那這個在一地重建或者是原地重建或者是其他方案 這個拆除跟重建 我們政府有沒有初估一個大概的缺口 是要專款專用多少錢 有沒有初估出來 是 這個跟議員說明 就是說 我舉個例 以目前這個我們關注的就是被強制拆除的這些建物 是 那這些建物它未來要走重建 那以這個目前中央提出的這個協助民眾的重建工程的這個方案的這個計算方式 它就是以這個每平12萬 那最高上限360萬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去做這個重建的這個工程費用的計算 那未來重建可能就是在原地進行重建 那採取的就是這個用微老的方式 微老重建的方式 或者是這個都市更新的方式 那這邊也跟議員報告 我們針對這一次被張貼紅單 主要是被張貼紅單的這個建物 它是受損比較嚴重的 這些在都市計畫區內的這個建物的這個地址 它這塊土地 我們也這幾天也趕快的就是這個牽辦 要去做這個訊行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那訊行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就是馬上可以 這個由縣府核定就可以了 讓這些區域 這個紅單戶的這個土地 它已經變成一個都市更新地區 就可以馬上來進行這個都市更新的重建 那這個也是這個目前我們的這樣的一個 馬上來協助民眾的這個做法 但是當然以這個目前重建工程費的每平12萬 我想可能對民眾來講是不夠 所以我們也一直極力跟中央來爭取 就是說 對於整個重建來講 既然你要重建 你就不能用這種方式 因為 確實就是有這麼多的這個面積需要去做重建 所以我們也認為 第一個單價太低 第二個設定上限是有一些問題的 所以我們跟中央反映說 應該要提高這個每平12萬 至少要以現在目前 這個我們就以花蓮縣來講 花蓮縣的這個社會住宅的平均造價成本 每平大概將近18萬左右 那我們再加個一成 考慮到他未來這個重建過程要好幾年 他的物價會上漲 對 那大概用每平20萬元來估算 那不要設上限的方式是比較好的 那當然這個部分 中央就是說他還會再去研議 那所以我想這個我們會盡力來 來協助民眾來爭取 好 謝謝處長 其實在這個一個多月來 我們都看到我們登處長 還有我們建設處的同仁 都在每一個災區中穿梭 然後又要常常接聽我們的這個 call in 電話 詢問這個難題請教 真的是很感恩 尤其很多的 其實災民這附近的鄰居 也有跟我們在反映就是說 真的要謝謝縣府 在拆除方面也是很快速 這個拆除後呢 快速的也把道路都做好 所以處長也有感覺到吧 這一段我本席聲量也有忍住 也不敢太大聲 謝謝議員 謝謝你們的辛苦了 好 那請處長回座 太魯閣一直以來都是代表著美麗花蓮 美麗花蓮被世界看見 然而沒有太魯閣的花蓮 我們還剩下什麼 本席在大致上是區分我們花蓮的主要產業 及賣點 農業 及光光 以及我們的產業部分 未來的十年 我們該如何趨走 把前瞻性的計畫做出來並執行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共同課題 這也是我們要做到 徐縣長常常在說的 花蓮走向世界 世界走進花蓮 請下一位 所以光光的災後振興 其實經過疫情時期 震災後如何讓經濟復甦 在這兒我請我們的光光處長 我們在想說 這個光光啊 今年的旅展的振興作為是什麼 還有 有許多非法的民宿 違規超收的辦法是什麼 暑假快來了 暑假活動的規劃是什麼 開放旅遊後 其實大家都一窩窩的 往國外跑 因為大家都說 出國比在國內還要省錢 我們光光處準備好了嗎 可否跟我們談一談 階段性的因應措施 大會主席張議長 徐副議長 陳秘書長 謝謝徐子芳議員 對我們這個 震後觀光的一個振興 作為的一個關心 我想這一次稱呼議員所提到的 觀光產業是受損最嚴重的一個產業 那也是我們花蓮最大的一個產業 那它的這個振興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去估算這個 震後的這個觀光的一個產值的損失 到今年為止應該會落在150億元左右 那震後的振興 這個時效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 在這個地震趨緩之後 我們相關的這個市容恢復之後 除了太魯閣之外 我們其他的這些景點 我們也都著手來做這個行銷跟宣傳 包括我們的中區南區海線三線 剛才這個中議員有提到的 我們南區的幾個漂亮的景點 這個我們都納入了 第一個做影片的宣傳 第二個我們做這個部落客的宣傳 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的 第三個我們請導遊這個協會 來幫我們做遊城的一個安排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盤出一個安心旅遊的地圖 包括影片等等的去這個做行銷 告訴我們世界的友人 全國人民眾 花蓮依舊還安好 其他的景點都可以來玩 那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在我們這一次的旅展 是一個重點 旅展的部分 我們去爭取到好的位置 然後帶著我們的 我們的這些旅宿業者 伴手禮業者等等 觀光產業的業者一起去參加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去凸顯 我們今年 我們可以歡迎世界的遊客 和全國的遊客到花蓮來 有哪些景點哪些的遊城安排 甚至是安心珍珠旅遊的一個地圖 我們都會在那邊做一個呈現 那也會告訴 這個透過旅展 來告訴全國的遊客 我們花蓮從暑假開始 相關的大型活動 包括我們的夏戀嘉年華 紅棉鴨放暑假 我們紅棉鴨放暑假 這個紅棉鴨只是一個代名詞 它是我們花蓮的一個吉祥物 它就是一個親子共有的一個 多元素的一個在鯉魚坦中區 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 這個部分在7月13日會啟動 我們的夏戀嘉年華 這個部分7月3日會啟動 那包括後面的我們的原住民豐年節 我們這個世界知名的原住民豐年節 包括溫泉季到年底 一系列的活動 我們都為了這個振後振興 我們會希望透過活動 來引進觀光的人潮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來做 好 因為其實我們都一直在邀 外縣市的這個國民旅遊 但是很多的民眾在講 我們都沒有 都一直也是一直在 就是很多的災區的照片也一直在傳 大家都很害怕來花蓮 那其實我們花蓮的狹場 在這個時候剛好是一個非常好的利基點 因為我們在花蓮市這邊是比較重災區 但是我們也有這個將軍府啊 有很多很美的地方 像我們剛剛中蘇正議員有提到 我們南區的部分有很多其實都可以把它拿出來 再賣給國人好不好 沒問題 那這個部分呢 也請我們觀光處做短期 中期 長期 看怎麼樣去推我們的觀光 讓我們的經濟復蘇好嗎 是 好 請處長請回應 好 花蓮在地有許多的名店喔 餐飲也就是其中的大宗 花蓮想要跟世界接軌 但是我們的飲食 這個餐飲業準備好了嗎 是否有針對在地業者的輔導 讓我們的餐廳能夠更加提升 做出多語言文化友善的環境 這剛剛跟這個我們行研處長有交換意見 他說已經有在進行喔 但是謝謝行研處 期盼未來我們花蓮縣政府 能夠帶領著在地的餐飲業更上一層樓 做出多國友善的規劃 對於食安問題 也就是我們衛生局 好 這要再加油一下 要小心 數位化的營銷給予正向的輔導 好 下一院 我們請旅局長 這兩個月啊 都剛好是要繳稅喔 所以我們常聽到 這個民眾一直在講 我連家都沒有了 還要我繳稅喔 請旅局長透過我們的直播 再一次的提醒民眾 地方稅有哪一些是可以減免的 來請回覆 好 大會主席張議長 習副議長 陳秘書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謝謝子方議員 特別關心我們地方稅 在正在這個期間呢 的一些地方稅的一個減免措施 那因為0403跟0423 確實造成我們地方本縣的重災 造成嚴重的衝擊民生百業 那對於這個部分呢 縣長其實在第一時間 就特別指示我們 要協助民眾渡過這個難關 基於愛心辦稅的一個理念呢 我們必須在 務必要重優 重寬 重數 重減的來辦理 稅間的一個減免 對於房屋稅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月 剛好是一個房屋稅 繳納的期間 那我們 我們針對房屋稅的部分呢 只要是房屋被張貼紅單的部分呢 那房屋稅在4月到6月這個部分 我們113年的房屋稅 這一個三個月的期間是免稅的 那至於房單的部分 被貼房單的部分 那也特別的就是說 網曆呢 我們是房單的部分 是減半徵收 這一次因為涉及到很多 都是一個集合式的住宅 那也造成民眾呢 無法到自己的房子去居住 那也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擴大的 就針對房單的部分 也是給錢免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這個部分會主動的來辦理解免 那房屋稅部分 因為是在這個月開增 所以我們事先 就有把這個 之前4月3號 我們一直 因為我們有一個解檔期 所以我們在4月10號以前 是認定是黃單跟紅單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把稅單先抽起來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到7月的時候 再把稅單寄給 民眾 就是受災戶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就會有 那個已經減免的部分 把它 重新核定之後 再送給納稅務人 就是受災戶 那這個部分 所以有些民眾會 會打電話 或者是來諮詢說 為什麼他沒有收到 房屋稅單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此也給 謝謝紫方議員 讓我在這個機會 能夠跟民眾來說明 這個部分 就是受災戶的部分 大概7月的時候 會收到繳款書 這個部分 如果民眾再有問題的話 再向我們來諮詢 我們都會很樂意的 為民眾來做說明 那至於未來 在114年這個部分 我們就看 這個紅單跟黃單的部分 它是什麼時候解除 那我們在解除的 這段期間 也是會免稅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房屋稅的部分 我在此在這邊說明 那至於地價稅的部分 因為地價稅是在11月開征 那地價稅的紅單的部分 今年113年是全部可以免稅的 那另外就是使用牌照稅的部分 那那個車子 車輛如果是受到損害 因為地震的關係 受到損害 必須修復 那這個部分 這一段修復期間 因為牌照稅是按日課徵 這個修復的期間 我們是可以申請免稅的 另外還有餘樂稅 那餘樂稅的部分 那因為是查定課徵 如果他在這個證後 他沒有辦法營業 這個部分也可以 就是我們按照他的比例 就是沒有營業的期間 來免徵這個餘樂稅 那另外就是 因為今年剛好是 現在目前是 房屋稅開徵期間 如果在民眾 這個有繳稅困難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延期 跟分期繳納的一個措施 就是如果他們繳稅困難的話 希望他們在繳稅期限內 我們可以延期一年 也可以分期三十六期 這個部分我想 也要再跟 謝謝子方議員給我們這個機會 也讓所有的民眾 或者是受在戶能夠了解 其實我們的減免措施 是非常的優惠的 剛剛局長以上所說的 都是紅黃丹的部分 對不對 那沒有紅黃丹的部分呢 沒有紅黃丹 它確實也是受到損害的話 它可以向我們這邊來申請 那我們也會派員去實地勘察 我們也會秉持著 從優從寬從檢 從塑的這個方式來做認定 好 希望再研議一下 那對於沒有紅黃丹的部分 其實在整個花蓮市 都等於是一個家庭一樣 有更多的是經濟災民 經濟災民的部分 這個部分希望再研議一下 怎麼對民眾來做減免 好不好 好 謝謝 局長 請回座 我們請徐縣長 剛剛本席有提到 我是重中之重 桃紅色就是脂肪的守在地 在這一個區域有將近12棟 遭到拆除 對 不得不 但是這一個多月來 其實脂肪內心真的是很 我希望災民可以好好的振作起來 當然我們也聽到有很多的耳語 對我們縣府不友善 但是本席要表達溫馨溫暖的一面 當很多人聽到這樣的耳語的時候 那這個部分 從剛剛以上的一個本席的詢問 也請縣長做個回覆 是全部嗎 不用 就你認為的 好 張議長還有許副議長 以及我們許議員 以及所有議員先進 跟許子方議員報告 感謝指方議員在我們的北濱街這裡 我們在這邊應該是拆了11棟 就是我們北濱的16、22、24 還有6至1、62 然後之後的2號、21、22 還有中山路20號 大概這些 那也謝謝每一次我們去的時候 子方議員都非常的關心 他的進度 還有未來災民的安置 以及未來如何協助災民的部分 那其實這大概 我們目前已經全部拆除完畢 也路面都鋪設 那我想在這裡最大的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協助災民如何修繕 如何重建 如何讓他們安心 那這3塊是否災民的部分 所以現在都在做 現在都在做 那剛才議員提示說 那有一些災民可能被貼的紅黃帶 還是不太了解 他能夠怎麼樣往前走 那另外他可以得到哪一些的協助 那這個部分我想 無論是透過村裡領長 或者是公所的體系下去 或者是我們都會跟受災戶來開這個說明會 那另外已經開過說明會了 那另外對於現在安置的部分 現在對於我們現在的中繼屋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在啟動 那也都有跟登記要有需求的組合屋的民眾 也有做過這個對談 那應該在下個禮拜還會再做一次對談 那大概是這樣 那我想在這裡 最重要的是 實際上我們要怎麼樣去運用我們這個善款的部分 那所以剛才無論是鄭議員也關心 所以我們希望各方都能夠支持重建條例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 現在中央給這個 給地方政府或是給災民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聽到 其實目前還不是這麼的確定 無論是資格或是辦法都還不是這麼確定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把各方的資源都非常的確定了 我們在戶可以得到怎麼樣協助的時候 那在這個花蓮0403的善款裡面 我們可以讓它發揮最大的效益 是這樣 發揮最大的效益 就是在每一方面 我們可以去試算 我要給 比方說我要給集合市住宅的部分300萬 再往上加 那要加多少 那或者是單一住宅的修繕的部分 我們要怎麼樣再疊上來 其實這些都必須要等到很多的方案確定下來以後 我們再把這些花蓮的善款 如果很精準很到位的 用到我們所有的協助災民的重建 修繕生活輔助的部分 那另外未來的中繼屋的部分 是 所以剛才也有說 我們現在都很重要的 第一個重建條例趕快過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鬆一口氣 也幫中央各部會去解套 因為中央各部會現在 現在提撥出來的錢 都是它在113年的原預算裡面 原預算裡面 年度預算裡面去提撥出來 所以從各部會提撥出來 給縣政府的其實都要配合款 現在陸陸續續收到了 兩個公文都要縣政府的配合款 那其他的當然正在基金會就不用 那其他的我們是還沒有收到 所以這個部分也跟議員報告 那因為中央的核定 核定公文來以後 那昨天秘書長有說 一定要送到議會來 通過整個行政法定的程序之後 縣政府才能夠依法去推動執行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 都是有時間上的程序要跑 這個因為這個災後振興 所增加的這個自籌款 是否會擠壓到原來縣府的其他計畫嗎 一定會壓縮到嗎 會嗎 一定會 是 或是是否要微調我們還沒有 尚未推出的這個活動的計畫 或是大活動 那也建議縣府做通盤的評估 好 請給我下一頁 我要說 方向對了 只要前行 路再遠 都會抵達目標 我感謝縣府團隊 華麗媛加油 好 謝謝 主席 我剩下的時間保留 好 謝謝許子方議員的質詢 下午議程為分組審查或收集資料 明天上午9點由林品揚議員 吳東森議員 林澤氏議員 按順序執行 早上會議結束 上會